雪佛拉收到了确认流产通知 尽管她昨日做产检德西本身流产 雪佛拉依然坚强应对一切 这两天的行程都没有取消 一切照跑 朝官有说 配合11月19日第15届全国大选 宾州政府同意宣布 11月18日列为宾州特别假期 阿莫扎西指出 善政双西茅诺是凯里自己的要求 而非巫统逼她 马哈迪列出国阵西蒙国盟执政的败笔 并表示祖国行动联盟将能更良好管理国家 促勤选民明智投票 各位观众朋友晚间好 欢迎收看2022年11月10日的东方大马头条 我是志庭 Eco World Eden by the Park Residences 度假式公寓 月供只需2070例几起 今日是行动党文东国习候选人雪弗拉的33岁生日 但她却收到确认流产的通知 雪弗拉说 她原本计划想在大选结束后 才宣布本身怀孕的消息 尽管她昨日做产检德西本身流产 而该党美丽州一席候选人李政贤指出 雪弗拉依然坚强应对一切 这两天的行程都没有取消 一切照跑 一直到凌晨10分 才在社交媒体Instagram发现时动态 雪弗拉宣布流产后 国阵文东候选人当自理料中来对此感到难过 也献上关怀和祝福 滨州首席部长曹官有宣布 滨州将投票日前夕即11月18日列为滨州特别假期 她今月说 配合11月19日的第15届全国大选 滨州政府同意宣布11月18日列为滨州特别假期 根据选举委员会 州政府有前宣布选举特价 而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昨日主持州行政会议后 宣布雪州列投票日前夕伟特假 国阵兼巫统主席拿督斯里阿末扎西指出 善政双膝茅诺是看守卫生部长凯里自己的要求 而非巫统逼他 当巡集针对凯里透露 未来出任首相野心的看法时 他则认为现在评论此事还为时尚早 阿末扎西也否认国阵缺乏足够的资金竞选 他说国阵确实财力并不雄厚 但依然会继续竞选 祖国斗士党主席敦马哈迪列出国阵 西盟和国盟执政的败笔 表示祖国行动联盟将能更良好管理国家 出勤选民明治投票 马哈迪说 人民遭受行政无能之苦 我国有走向失败的迹象 为此他促请人民在第15届大选明治投票 选择有治理和发展经验 以及遵守法治的人 他强调祖国行动联盟是一个 由马来人组织的政党联盟 对抗巫统贪污的马来人 因为他们摧毁了这个国家和其行政机制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按赞留言 以及分享给你的好友 一起来关注国内大小事 我们待会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